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這樣一說其他練武的和尚都望向了明正 這樣就令明正很生氣 不要說沒有這回事 即使是有這回事也不能在那麼多人面前說 所以明正一伸走把毛巾在自己的頸上摺下來 拉著兩邊出來一憤 本來遠遠的毛巾走得像棍子一樣 瞬間變得凌厲無比 照照指向莫小魚的要害 莫小魚猜不到明正說打就打 無奈只能使出雲身解數應對明正的攻擊 大家一看有熱鬧體 於是圍在練功場邊不肯走路 莫小魚的功夫都是跟著明正學的 所以挨打是正常的 但是漸漸大家也看得出來 莫小魚是在挨打 也在學習 漸漸打在莫小魚身上的次數越來越少了 今集就到這裡結束了 大家聽了那麼久 你最喜歡哪個女性角色呢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我們下集見吧 但是他也一直在躲避 因為明正手裡的毛巾實在太有殺傷力了 莫小魚感覺到自己剛剛被打到的地方火辣辣的痛 而一開始的時候被打到的地方很多 到了最後可以避開明正手裡的毛巾的時候 他才感覺到全身上下沒有一個地方不痛 但也正因為這種疼痛激發了他的潛力 集中精力 看著明正的每一招每一式 令對方的步伐變成自己移動的方向 然後隨著明正的每一次攻擊 他漸漸可以虧其中的一些缺點 將而做到一些預見性 那就使他可以避開那些殺招了 周圍圍著的都是明正的徒弟 開始的時候 這班和尚是在看熱鬧的 要看明正怎樣把莫小魚打到跳舞 但幾十個回合之後 他們漸漸發現 莫小魚開始捱打 既是只故意的 又不只是故意的 因為他們知道 明正對他們落手也很重 想不到這條小孩可以捱得到 再看看明正 雖然進攻依然繼續 但面色卻變得好很多 他一直對莫小魚寄予很大的希望 但這條臭小孩就像一隻家卓一樣 飛出去就不知道回來 來上次見他又過了很久 雖然現在來十年之旗 還有兩年多的時間 但好像他這樣吊兒浪當 明正真的很擔心自己的選擇 是否正確的 但到了這個時候 自己再打算找其他人 已經是不可能了 因為好像莫小魚這種領悟 那麼快的人找不到 如果不是也不會一直拖了七八年 才選擇莫小魚 你們在這裡做什麼 還不可以做祖父 明正終於收了身影 說起身都怪 剛才還可以當棍仔的毛巾 這個時候他變得很柔軟 明正抹了抹面上邊的汗 還會被困在頸上 唉 師父 你沒有累了嗎 這麼大年紀了 還這麼增強好性 佛主會怪罪的 你呀 深入必的淚氣太重了 我看你還是還族孫 其他人不敢說 徒弟我可以保證 可以給你買一套別墅 儲回媳婦 那是沒問題的 你再亂說 我把你看了他 你信不信 明正抹向莫小魚就罵 信 怎會不信 你就算我黏了我也信 你什麼事做不出來 不過師父 你就算是怕我 我這段時間都會留在這裡幾天 噢 避誰啊 你如果不是避人 會甘心留在這裡吃齋念佛 明正不信地問 噢 我哪個都不避 這段時間心裡不安寧 想找佛祖聊聊天 在這裡吃幾天齋飯 師父 我是真心想在這裡靜一靜心 你千萬不要趕我走啊 四歲仔 你喜歡住多久就住多久 正好我這些日子也有空 該教你的再教些給你 免得到江湖上邊被人打死 你現在也算是懂得武功的人 大家打你是不會留情的 所以你還是小心點為好 尤其是遇到我師兄的那些人 將你打死也有可能啊 啊?這麼危險? 唉呀 那我好好考慮一下這件事了 遲了 你現在想不學都不行了 啊?怎樣啊? 什麼怎樣啊? 我已經和我師兄說了 我說我收了一個俗家弟子 但是資質期間 調教幾年 肯定會付十年之約 明正認真地說 莫斯瑜開始沒有聽明白 明正到底是什麼意思啊? 嘔了一下明白過來了 意思就是說 明正已經告知武當 他收了徒弟了 十年之約一定會去打的 哎呀 師父啊 你說你叫我說你什麼好呢 你是不是經常都住在家裡住得傻了 你幹嘛這麼早告訴他們 你敢不是給他們時間 要他們調查我嗎? 萬一我提前被人割了 那怎麼辦? 我死了事小 答誤你的比武大會怎麼辦? 莫斯瑜很動情地說 明正一疾 哎呀 這一點是他沒有想到 以為比武就是比武 不會有其他事情發生 剛才莫斯瑜說的那些他都明白 這些都是他一時激動做出的後果 但這件事的消息早就到了武當 想切回來也來不及 所以我提醒你 以後再小心點 明正被人說到偶下偶下 到了最後說了這樣一句 搞到莫斯瑜哭笑不得 紙入邊的日頭是好熱鬧的 過來上鄉的人樂意不主 莫斯瑜是明空的徒弟 但卻是和明正學武 所以在做早課的時候 莫斯瑜坐在明正身邊聆聽著反音 心思似乎真是寧靜了下來 但他可以感受到有人在看著他 不在後面 而是在他的正前方 那是方丈的位置 這個時候看他的 亦就是方丈明空大師了 但是莫斯瑜不知道為何 覺得有一絲絲的不舒服 就好像自己的內心被人看透了 這樣 莫斯瑜也不敢閉眼 呼吸吐勒令到自己勉強再次靜下來 將一切的雜念都摒棄了他 這個時候的他 就好像進入一個空靈的世界 開始的時候 還聽到周圍師兄弟的眾驚聲 但漸漸周圍都安靜下來 天地間就好像只有他一個 這樣 這裏做甚麼 突然有人問他說 莫斯瑜仔細一看 不是其他人 正是方丈明空大師 喔大師 我是來眾驚的 這段日子心裏覺得不安寧 想來這裏洗滴一下心靈 莫斯瑜對答如柳 這個也是他之前想好的說詞 他是這樣對明正說的 自然也是這樣對明空說 深善不淨的人 就算坐上經 亦得不到佛主的錘煉 你的心裏 下座也不會安寧 啊大師 那我要怎麼做才可以得到安寧呢 莫斯瑜馬上問 將來知道的都告訴我 你來這裏 到底是想做甚麼的 明空勵聲地問 莫斯瑜覺得自己混混惡惡 似乎就要說出實話了 但這個時候早課結束了 寺廟的鐘聲把莫斯瑜一下就驚醒了 他突然睜開眼 發現明空老和尚果然正在看著他 就連旁邊的明正也在看著他 你這傢伙 其他人在這裏掀成做驚 明正你卻在這裏睡著了 而且這麼穩的場合 你也睡得著 明正就在這裏罵他 今集就到這裏結束了 大家聽了這麼久 你最喜歡哪個女性角色呢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我們下集見 這個時候的莫斯瑜 身上邊的衣服基本上都濕透透了 外面穿的是羽絨服 所以根本就看不到 但裡面的衣服全部都已經濕透 兩位大師實在是不好意思 我昨晚睡得晚了一點 所以剛剛睡著了 以後不會了 莫斯瑜雙手合十 向佛主將叩頭道歉 好 既然累了 早點回去休息 明空說完 起床出去了 其他的師兄弟也慢慢起床去吃早飯 莫斯瑜掙扎著也站了起來 望向明正 只見明正向他打了個眼色 兩個人出了大殿的門 但沒有去吃飯 而是去了寺廟之外 莫斯瑜跟著明正 若我走了十幾里路 這樣才停下來 這裡是一處高高凸起身的山崖 站在上面 可以遠觀幾里地之外 不會有人聽到他們的說話 欸 師傅 你來這裡是做什麼 莫斯瑜不解地問 剛才發生了什麼事 明正不理莫斯瑜的問題 直接就問 啊 剛才 你難道也看出來了 莫斯瑜很驚訝 你就算再差 也不可以在大地上睡著 而且我就在你的身邊 開始的時候 我雖然閉目中驚 但是我完全可以感覺到 你就在我的身邊 但是到了後來 我發現你不在我的身邊 瞎開眼看了一下 你確實還在 但閉上眼去感受 你根本不在我的綠色裡面 我就知道你肯定出了問題 沒錯 不過我倒是覺得 我好像發了一場夢一樣 但是就夢見了方丈大師 怎麼說呢 在一個很安靜的情境裡面 我根本聽不到周圍師兄弟的眾驚聲 只能夠聽到方丈大師的聲 他問我來這裡做什麼 我說來這裡是為了心裡的安靜 但是他依舊是不依不搖地問這一句話 我也不知道怎麼辦 這個時候鐘聲響了我就醒了 這下真是把明正說到目瞪口外 眼睛直不得地看著莫小魚 顯然不相信莫小魚的話 但是莫小魚的話確實是真話 也都看著明正大師 一直到明正確定莫小魚確定沒有說謊 這樣才輕飄飄地說 想不到啊 想不到啊 想不到 他居然真的練成了太心痛 這個太可怕了 蛤? 師傅啊 你說的是什麼意思啊 我問你 你禮子裡面到底是來做什麼的 明正沒有去莫小魚的意思 繼續問了 師傅 我真的就是來看看你們的 想在紙裡面住幾天 你們這樣做什麼啊 他當然不可以說明自己來這裡做什麼 這件事太隱憊 不可以告訴任何人知道 包括明空和明正 他居然練成了他心痛 這就真是有些意思了 明正思思言地說 他做什麼啊 什麼通啊 莫小魚不明白明正說的是什麼意思 因為他對佛家的知識 實在是知道得不多 明正望了眼莫小魚 隔了一會兒 平淡地說 他心痛 是佛教用語 是佛家六通之日 其他五大神通 分別是神景通 天眼通 天耳通 天耳通 宿命通 流盡通 這個他心通 就是可以知道六道眾生 深入必所思之事 我們 金神 如果認識了這些什麼通 那不是可以去算掛賺錢嗎 莫小魚就問了 他聽到明正這麼說 第一個想到的 也是利用這些所謂的通去賺錢 我只是很奇怪 他怎麼會對你用他心通 到底想知道你心裡什麼 明正看著遠處的山峰 自言自語地說 蛤 他太有空了 我以前也來過紙裡 也沒見過他怎麼對我 這一次倒是很奇怪 莫小魚這樣說 但心裡 他在紙裡 打鼓 明空想要知道自己來這裡做什麼 這是什麼意思 這樣說起來 好像是他怕自己來紙裡住 那又是為什麼 一連串的疑問 令到莫小魚覺得百思不得其解 雖然他不想向那個方面想 但他又不可以不想 因為確實太詭異了 再加上令胡蘭卿和明空有接觸 不單是自己親眼見過 白鹿也是這樣說的 而白鹿所調查的令胡蘭卿 和國安的一些案有關 難道這個明空大師 也和這些人有疑問 想到這裡 莫小魚剛剛下他的冷汗又出來了 好在的是 明正正在思考著明空的他心通 沒有理會到莫小魚 呃 師父 這個什麼東西通你認不認識 莫小魚在回去的路上問明正 不認識 其實說起來這個他心通 又沒有什麼大不了 只不過是觀察得仔細一點 只要你想學也可以學識 但這個是佛家的不存之秘 你可能學識 但只不過是皮毛 沒有好心的佛家法力 你是學不懂的 我奇怪的是 他怎麼會對你用太心通 這樣才是我感興趣的 那師父啊 你必日有時間教我 莫小魚就口著臉皮這樣說了 明正望了望莫小魚 你不行就不要想這件事了 學識太心通是為了佛法才用的 不是為了佛法亂用 是會損害功德福報的 世人相遇難之心 學的神通即分明 然能舉止路原機 開口直斷流天機 明不明白這幾句話的意思啊 呃 不明白啊 什麼意思啊 這個其實是在說 這種能力只能夠是自盜到人 絕對不可以濫用 好像你說的這樣拿去賺錢 是絕對不可以的 所以你絕對不可以學 明正掘了眼莫小魚 莫小魚不死心啊 追上去纏著明正說 哎呀師父啊 我保證不會濫用 但我自己沒事用下 自保總可以掛 你真是想學 首先就要戒除女色 你做得到嗎 明正不屑地問 莫小魚嘔著了 想了一下才追上去 呃師父啊 我有件事不明白的 為什麼這個要戒除女色 那個也要戒除女色啊 那都戒了這個世界的女色怎麼辦 他們都是人啊 既然生活在這個世界上邊 佛祖難道真的不讓他們一條活路嗎 你不要在這裏狡辯了 這麼高深的問題 我都答不到你 你如果真是想好好練功 那就老老實實 在練功房裏面練習 否則的話 你還是從哪裏來 就回哪裏呢 明正的心裏面 還在想著明空 為什麼會對莫小魚使用他心通 所以心裏面一直都不安靜 他這個時候 都是想把莫小魚趕出寺廟 越遠越好啊 今集就到這裏結束了 大家聽了那麼久 你最喜歡哪個女性角色呢 歡迎大家留言討論 我們下集見 明正想著把莫小魚趕走 但是莫小魚根本就不想走 他都沒辦法了 只能夠把莫小魚帶在身邊 到了自己住的閃房前面 藉著這個機會 獨處莫小魚練習拳法 莫小魚無奈呢 只能夠按照明正的要求 一次一次地練習 間中還會和明正對打一番 不過這倒是令到莫小魚受益匪淺 因為單單是自己練習 起不到作用 但是和明正這樣的高手過招 就很可能找出不足之處來了 明空一邊走一邊看著周圍 如果在平時 他還會為梅文萍帶發一些飲品的東西 但今天實在是不方便 只能夠給梅文萍帶了幾個饅頭 和一塊鹹菜 啊? 今天是做什麼? 這麼快的? 梅文萍見到明空拿過來的飯吃 就問了 唉,你還是不要在這裡住了 你要馬上離開這裡 那裡怕被人釘上了 明空驚恐地說 什麼意思啊? 被誰看著啊? 梅文萍都不能吃東西了 馬上就問 還記不記得那個莫小魚 他突然來了寺廟 而且還不走 又在這裡住幾天 這間寺廟走得這麼大大 我如果一個不願意讓他找到你 那怎麼辦呢? 明空就問了 他來這裡做什麼啊? 梅文萍就很疑惑了 唉,這件事是我不對 在幾個月之前 他來寺廟 我看他的資質不錯 想收他為童 而且出手寬場 還因為他和唐州市裡幾個高官的家屬 關係密切 所以我打算把他發指一下 就叫明正教他功夫 難道這個人還真是那塊了 這件事反倒是做得夾生了 明空壓低聲說 這件事上面知不知道啊? 梅文萍冷眼地問 知道 這是我自己的事 明空解釋 明空解釋 知道 上面不知道 沒有批准 你居然敢私自做這種事 你這裡是安全屋 負擔著幾多天的安全啊 你居然 唉,算了 這個也不是我應該管的事 這個也不是我應該管的事 梅文萍低低頭說 你現在很麻煩 留在這裡可能會把我暴露了 所以你必須走 馬上離開這裡 你這個莫小魚到底是什麼來頭啊 以你的功夫 搞定他就是了 如果這裡不方便的話 可以在市區那裡搞定他 你肯定做得到吧 梅文萍非常無腦地問 我去搞定他 萬一暴露了 這裡是誰負責啊 我花了這麼長時間才有今天 你居然會這樣說 真是無腦啊 明空很生氣啊 這樣又不行 這樣也不行 那怎麼辦呢 梅文萍不想走 好 他知道啊 雖然這段時間風聲細了很多 但還未完全過去 可能自己連唐州城都出不到 就被人抓住了 所以絕對不可以離開這裡 你說的搞定他 都不是不行 但是這件事我不可以出面 你肯定也不行 明天呢 明天我想想辦法 明空就說了 因為明天是令胡蘭興約定來這裡的日子 到時候可以叫外圍的人 將莫小魚搞定他 因為他也發現了 你端友對自己來說 遲早是個禍海 練習了個幾宗的拳法 莫小魚和明正都覺得累了 這個時候 剛好有僧人過來告知明正 說是方丈在這裡找他 於是明正 祝福了莫小魚幾句之後 就去前院方丈室了 師兄 你找我啊 明正到了明空的禪室外邊 敲門問 師弟進來了 屋裡邊說 明空在屋裡邊說 明正推開門進去之後 看見明空正在這裡斟茶 進去之後 按照明空的手勢 坐在他的對面 雙手合十 接過明空遞過來的茶杯 將他放在茶盞上 重新拿起來喝了一口 莫小魚的小子 還可以吧 哦 還可以 他只是俗家的弟子 有些事上面難免有些過 還請師兄多爆笑 明正雙手合十就說了 我找你過來 也是想說這件事 我是方丈 要對子裡的僧侶負責 無論是俗家弟子 還是我們俄佛子的弟子 都要負責 但是最近 我接到不少反映的材料 說莫小魚打著我們寺院的旗號 在外面坑蒙拐屁 這件事你知不知道 啊 不知道啊 明正一疾就說了 這句話一下就把明正問到懵了 莫小魚做過這組事 那不是多可能吧 但是一想到這個人 很少在寺廟裡居住 這一次他主動流下來 和自己學功夫 這個也確實是夠詭異的 他的師父 你也是他的師父 好 你看這件事怎麼辦 明正望向明空師兄